观世界 看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欧洲卫视 环宇天下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最近在南非报告的新冠肺炎病例中 近四分之三是由奥密克戎遍体引起的 南非研究人员于10月25号宣布 他们已经确定了冠状病毒的变体奥密克戎所引起的症状 据一位南非医生说 他已经治疗了大约30名感染这种新变体的新冠肺炎患者 他们的症状是温和的 在过去的10天里 兼任南非医学协会主席的安吉利克·科兹一直在接待这些新冠病毒测试呈阳性但症状异常的病人 他告诉法新社 患者大多数是40岁以下的男性 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接种了疫苗 把他们带到我们在比利托里亚的办公室的原因是他们看起来极度疲劳 但到目前为止 这些病人只需要疗养 并没有住院的必要 他说 除了疲劳之外 他们还患有疼痛 干咳或喉咙发痒 只有少数人有低度发烧 11月18号 科兹博士提醒南非卫生当局注意这种与德尔塔不一致的临床症状 此前 德尔塔变种毒株在南非占据主导地位 所以 对于奥米克戎 他们并不感到惊讶 因为这一现象的调查已经在进行之中 科兹博士回顾说 人们对这种变体的危险性知之甚少 但世界卫生组织将其描述为令人担忧 他解释说 不是说不会有严重的疾病 但目前 即使我们看到的没有接种疫苗的病人 也只有轻微的症状 很可能欧洲许多人感染了这种病毒 但他们没有被很好的检测出来 因为人们一直在关注德尔塔的症状 最近在南非报告的新冠肺炎病例当中 几乎有四分之三是由奥米克戎变体引起的 然而 数字仍然很低 最近几天大约有3000个新的阳性病例 首次在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奥米克戎变体已经促使许多国家关闭其边界 在放宽一些限制允许外国商务旅行者 学生和受训人员入境的三周之后 日本政府周一上午宣布 面对奥米克戎变种 日本将对所有外国游客关闭边界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告诉记者 日本将从11月30号起禁止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外国公民入境 岸田文雄说 从9个南部非洲国家和已发现有新变体感染的国家返回的日本人将不得不接受严格的隔离措施 日本自大流行病开始以来一直实行边界限制 在11月初放宽了对所有外国旅行者 学生和培训生的措施 但仍然不对游客开放 日本政府周五宣布 将来自博茨瓦那 埃斯瓦蒂尼 莱索托 纳米比亚 南非和津巴布韦的游客 需要在酒店进行的隔离检疫期 延长至10天 东京本周末将这一措施扩大到来自马拉梅 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游客 首次在南非发现的奥密克戎变体 促使许多国家关闭了与非洲南部的边界 其中一些国家最近才重新向世界开放 除了南部非洲之外 从加拿大到意大利 英国和德国的G7国家都发现了新毒株的感染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奥密克戎变体的出现令人担忧 但它仍然主张保持边境开放 在沉寂了一年之后 圣诞集市又回到了夏兰茵省的斯特拉斯堡 集市的回归受到各方的密切关注 因为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正在增加 斯特拉斯堡的圣诞集市在缺席两年后 于11月26号星期五重新开张 但气氛并不喜庆 新冠疫情的反弹让每个人都心有余悸 集市的3000名商人说 他们已经准备好迎接游客 然而他们担心会因为新冠疫情而提前关闭 因为几公礼拜的德国就采取了相似的措施 斯特拉斯堡圣诞集市参展商职业联盟主席米歇尔瓦格纳说 我们必须保持积极的态度 希望今年的集市能够顺利的办下去 目前当地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如扩大木屋之间的间距 要求集市上的人戴口罩 以及禁止在摊位之间吃喝 饮酒将被限制在特定区域 更加严格的卫生防疫措施并没有让斯特拉斯堡的市民感到扫兴 他们对集市能够回归感到高兴 当然 市政厅可以根据阿尔萨斯的发病率来决定进一步的限制 节目最后 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28号 捷克首都布拉格 捷克总统泽曼在布拉格市郊的官邸拉尼庄园 任命公民民主党主席彼得·菲亚拉为新一届政府总理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28号 秘鲁北部亚马逊地区 秘鲁总统府提供的图像显示 秘鲁总统佩德罗·卡斯蒂略在当地地震灾区视察 秘鲁北部亚马逊大区的孔多尔坎基省发生里市7.5级地震 震源深度131公里 据秘鲁国家民防局最新消息 截至当地时间11月28号15点30分 秘鲁北部亚马逊大区发生的7.5级地震已经造成12人受伤 1223人受灾 1977人生活受影响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26号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梅明根机场 医护人员用单架将新冠重症患者运送到一架医疗运输机上 随着德国新冠疫情恶化 东部和南部地区重症监护病床已经告急 而西部和北部地区重症床位相对不紧张 德国联邦国防军26号首次出动飞机 帮忙把6名新冠重症患者从东部转移到西北部地区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27号 意大利米兰 当地爆发示威活动以抗议新冠绿色通行证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27号 法国加莱 滞留当地的非法移民 此前一艘搭载难民的船只 在试图越过英吉利海峡抵达英国的途中沉没 导致船上27人死亡 面对这一悲剧 英法两国互相指责对方应对非法移民不利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23号 英国伦敦大卫埃莫斯的葬礼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 英国遇刺保守党议员埃莫斯在本月15号的集会上遇袭身亡 警方称此次事件是恐怖袭击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